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白了 这是一帮官方的盗墓分子 当然了 尽管他们干的事跟普通盗墓分子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但是就盗墓技术来说 他们似乎更加的专业 会观风水 分金定穴等等 可以说只要是他们瞄准了的地方 那就错了 准备有大墓 墓上里的物件更就不用说了 手到前来 不过有一个地方的古墓 据说几乎是历朝历代 都有摸金校尾去光顾过 可是里头明摆着有大宝贝 但是他们竟然都没带走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就要来看今天的节目了 眼前您看到的这个地方是晋祠 热爱旅游的朋友对这个地方不陌生 它位于山西省太原市 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园林 也是咱们国内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在这个晋祠往南 大约五公里远的地方 有一个小村庄 叫王国村 村子本来挺寻常 跟大家伙见过的大多数的农村都差不多 没什么新奇的 可是村子里边与别处不一样的是 有一座高大的墓种 让它变得特别了起来 据当地人说 这座陵墓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即便是村子里边年纪最大 见识最广的老年人 也说不清楚里边到底埋着什么人 直到1979年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 带队对省内的文物进行普查 发现了这座墓不一般 而且被盗得厉害 这才大乎不妙啊 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 要认真地说起来 其实这座墓都不能算是考古队的 普查对象 他们一开始瞄准的其实是晋阳城遗址的所在地 也就是太原市郊的晋园区 当地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 说这个晋王陵啊 就在那儿 而且地方志上也写了 说这个晋王陵位于玄望山路 晋此以南无里路 是晋人祖先唐书渝的墓 地方志上还写了 说墓种巨大 南边立有石碑为证 你要问了 那为什么不赶紧发掘这所谓的晋王陵呢 反而跑到这个王国村去了 当然是有原因的 当时考古专家们按照地方志上所说的地方寻找 果然找到了一个高大的土种 只不过那传说当中的石碑早已不见踪影 考古专家们先是用洛阳铲打了几个探研 想先大致了解一下土种的情况 可是谁知道 好几天过去了 大伙不管在哪儿打研 都发现这诺大的一个土种 竟然都是杂土堆成的 除了夹杂着零星的明代清华词片之外呢 根本就没有墓学存在的迹象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史书上记载有误吗 思来想去 考古专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们根据这个土层当中混杂着的明代清华词片推测 这座大土种应该是在明代或者明代以后堆砌的 所谓的晋王陵 应该只是明代人在复古思想的指导之下修筑的假木 到了半天压根就没什么古墓 行吧 那就收拾东西打到回府吧 就在大家伙垂头丧气准备回去的时候 有村民站出来说了 说半天你们要找古墓啊 早说呀 别失望 有 于是乎这大部队就被村民们带到了王国村了 那么王国村有古墓 墓里究竟埋的是什么人 这一点呢 古籍里也记载了 说得很清楚啊 比如说这本 明朝嘉靖年间的太原县制上就写着 说 胡绿丞相墓在县西南十五里 还有清代道光年间重修的太原县制上 再次明确了 丞相胡绿金墓在县西南十五里 光之父封咸阳王 也就是说考古专家们一致认定 这座古墓就是北齐宰相胡绿金的墓葬 不过这座墓看样子啊 已经是残破的不像画了 所以得赶紧进行抢救新发掘 由于墓主人身份明确 所以专家们就直接按照胡绿金啊 他的这个宰相墓制的这样一个规制 来制定发掘方案和计划 可是当专家们正式开挖以后啊 傻眼了 怎么呢 难道又是假墓啊 不不不不是假墓 这回不是什么失落啊 是大惊喜 这哪是什么宰相墓该有的待遇啊 只怕级别要更高 比宰相墓级别还高 什么呀 别着急啊 咱们从头说 刚开始到王国村 考古队果然看到了村民们所说的古墓 这座墓从外观上来看呢 宽五六米高七八米 不算小了 据村民们说 这座墓 它不光是古人盗掘过 现在也有不少人认定 若要富挖古墓 死保变活保 这样的荒谬理论 多次进行过违法的盗掘 可是后来呢 可能实在是盗无可盗了 这才没有人再进去了 这话说的 考古专家们心都凉了呀 是不是 看样子里头八成是空的呀 不过好歹 好歹是做宰相墓 是不是 考古专家们决定 沉下心来 仔细发掘一下 期待能有一些意外收获吧 他们先是利用钻探得到的数据 对于墓葬的基本情况 进行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了解 你看啊 这是一座假字形的砖器单式墓 大墓坐东北朝西南 狭长的墓道沿着五度左右的斜坡 缓缓向下延伸 大约在距离地表十米左右的地方到达墓室 墓室顶部呈弧形 这种穷隆顶方形墓室的砌丹墓室 在咱们外行看来 也就是个墓葬形式嘛 但是专家们一看就知道了 那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嘛 这是典型的北朝时期的墓葬 那么墓葬里边究竟还会有什么样的文物遗存呢 咱们接着看发掘的情况 淘古专家们先是把墓道上的填土清理了出来 按说这个墓道上一般不会有什么惊喜的发现 专家们也没有抱什么希望 可是没想到墓道上的东西两壁上竟然出现了壁画 刚开始专家也以为就是那么一两幅画 就是随意装饰了一下 可是当填土被清理走之后 墓道竟然又向下延伸到了22米的距离 这才到达墓门 而通往墓门的墓道两壁上是两面巨大的彩色壁画墙 那么画了些什么呢 专家们仔细一看 这壁画按照水平方向分成了三栏 位于东西两侧墓道前部和中部的壁画 分别彩绘了行进的马队和驼队 而后面的壁画展示的似乎是一支阵容整齐的仪仗队 这个发现可以说让在场的专家们都喜不自身啊 因为大伙都没有想到 这样一座屡遭盗绝的古墓 竟然还会有如此大面积的精彩壁画保存下来 有一点吃破天惊的味道 人们第一次看到了 北朝顶级画家的作品 让整个美术界 美术史的研究者 大吃一鸡 北朝的绘画居然已经发达到如此的程度 这是过去不可想象的 不过高兴归高兴 专家们内心的疑惑也油然而生 怎么呢 您想啊 商队 仪仗队 这些内容显然不是在一个普通人家的墓葬当中 能够见到的东西 即便是在宰相人家 这个排场似乎也略为大了一些 那么墓中埋葬的究竟是不是宰相 王国村发掘古墓 本以为墓主人必定是北齐宰相 狐狸金呢 可是谁知道 在发掘的过程当中 专家们发现墓道东西两侧有大面积的壁画 这其中商队和仪仗队的形象出现 似乎不符合宰相墓应有的规制 难道是墓主人另有其人吗 想到这里 专家们决定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壁画 看看里面是不是暗含了什么玄机 说到这儿可能有观众要笑了 想知道墓主人是谁 你赶紧挖开墓找找线索不就知道了吗 你要是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 往往这看似简单的画里头 都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线索 举个例子吧 这幅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大伙不陌生吧 里头人物的关系是错综复杂 幻知在这儿就不展开说了 不过有相关专家在这幅画里边 读出了另一层的寓意 您瞧 桌子上放着的面包 加上师徒和耶稣的手 竟然构成了什么呀 安魂曲的乐谱 这是不是相当玄妙啊 还有经典小说达芬奇密码 里头说的也是 卢浦公物博物馆的馆长被杀害 要破案就必须解开尸体旁边 那些看似无解的密码 而真正的答案就隐藏在达芬奇的名画当中 这下您明白专家们 想先细看壁画的用意了吧 话不多说来看画 您别说啊 这一看啊 还真就看出了一些奇怪的地方 首先是这个上半身残损的人物 他湄弓突出 鼻梁高耸 这样的相貌 显然不是中原人 尤其是他前额和脑后的三挫乌发 让专家不禁联想起古代中亚的大石人 在这个人物的后头呢 是由七八匹骆驼组成的商队 这个骆驼背上呢 载着软囊和丝绸 一看就是典型的反映丝绸之路的绘画 可是问题是 您瞧这两驼之间 身材高大的育夫啊 他头戴沾帽 身穿灰白圆领长袍 脚灯黑靴 显然也不是中原人 更像是波斯人 这个奇怪的事还没完呢 您再看这个壁画当中的这个场景 这是四个人在用力的鼓吹号角 或许是需要非常用力啊 吹脚手提起脚跟脚尖点地鼓着塞 这样一来呢 这个非常鲜明的节奏感就出来了 当然吹号角这不奇怪啊 奇怪的是他们吹奏的是长筒号角 您要知道 这并不是中原人的乐器 有古迹记载 隋唐时期中原人称这种乐器为大脚 是鲜卑人作战的时候 的军乐器 这鲜卑啊 相信大家多少有点耳闻啊 它是咱们中国古代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 传说他们拥有蒙古草原野狼的凶猛智慧 以及超凡的军事才能 一千多年前 鲜卑人依靠骁勇的骑兵 只用了区区不到十年 就统一了北部中国 开创了自西州以来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游 草原民族建立的强悍王朝 北魏 难道说这个牧主人是鲜卑人吗 专家们带着疑惑继续往下看 直到走到牧门口 他们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只见牧门的门楣上 刻有五朵莲花 在门额正中间呢 还有猙獰的辟邪 这就是奇怪之处了 如果牧主人真的是鲜卑人 他们信仰的是萨满教 那么怎么牧藏到处又充满了佛教色彩呢 专家们表示 这一点倒是不难解释 他们早期应该信的应该是萨满教 从北魏开始 统治者发现 或者说是明白 给人们一种宗教信仰 对于统治阶级是有利的 所以他们推行 从上这个佛教 所以说在笔画里头 看到那么多佛教的影响 这个毫不奇怪 难道说牧主人真的是鲜卑人 那么这些不同种族的人物 又该怎么解释呢 考古专家们还没有想明白呢 有一件物件就出土了 您瞧 在清理道木门边的时候 专家们在木道里边 发现了很多彩绘的陶涌 这其中一件非常有意思 只见他头戴圆毡帽 高鼻深木 还留着两瓶八字须 右手紧握高举 像是在费力地牵拉着一匹 昂首斯鸣的骆驼 最重要的是 他的长相也不是中原人 西域人 像如此不同寻常的地方 还有很多呀 专家们思来想去 也没有个头绪 看样子 还是得进入墓室 看看里边 有没有更多的线索 不过 由于担心墓室里头也有壁画 贸然打开墓门呢 壁画有可能会被强大的气流损毁 考古专家们决定 先由一位专家 带着一名摄影师 沿着早年留下的稻洞 先行进入墓室查看 他们进去以后发现 果不其然 墓室的四壁上全都是壁画 专家仔细查看发现 有咱们现在都熟悉的牛 鼠 土 狗 老虎等传统的生肖图案 也有神话当中的天龙 天神 雷公 这些壁画都是难能可贵的文物遗存 可是专家却是越看越心痛 他们眼看着这些壁画 因为常年受到地下水的禁字 已经出现大面积的脱落 即便是保存下来的 也是严重失色 乌迹斑斑 有些画面甚至发黑 还布满了水位升降流下来的痕迹 专家本来打算继续看看 除了壁画 还是不是有其他的文物侥幸的保留了下来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墓室里没待到多久 这个专家和摄影师都出现了头晕的情况 就赶紧都出来了 刚开始他们都以为 可能是没有打开墓门 墓室里面的空气长期不流通所致的 可是谁知道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专家始料未尽 您估计怎么都猜不到 他竟然开始掉头发 刚开始这位专家并没有在意 毕竟人到中年了嘛 发际线往后移 头发稀疏 偶尔掉掉头发 也属于正常现象啊 可是没有想到 后来是越掉越多了 其他专家见到这个情形 想到曾经也有人在发掘墓葬的时候 因为水银中毒 导致头发全部脱落的情况 于是赶紧提醒他 可必是遇到什么防盗墓机关了 防盗墓机关 没错 不少古墓里边都设置了这个玩意儿 比如说有些古墓 它会故意除水 一旦有盗墓者进入触动机关 就会逆水而亡 当然水火无情还有火呢 还有的墓中会做天宝龙火琉璃顶 就是在墓室中空的顶棚上 先铺设一层非常薄的琉璃瓦 瓦上有一代代的西域火龙油 再上面又是一层琉璃瓦 然后是风土堆 只要有外力进入墓室 顶一破 顶上一破 西域火龙油 遇见空气就会自然着火 直接把墓室里边的尸骨和陪葬品 烧一个金光 让盗墓分子什么都得不到 当然了 还有用水银池的 那就是专门用水银挥发的气体 来毒杀盗墓者 那么这位掉头发的专家 是不是遇到什么特殊的装置了呢 刚开始他自己 确实也没怎么在意 可是听其他专家这么一分析 他倒是想起来 他进入墓室之后 确实在墓室的地上 看到了一些散落的水银珠子 难道掉头发 就是这些水银挥发的毒气 在作祟吗 想到这儿 大伙赶紧起来了 太原职业病防治中心的专家 对墓室当中的 拱元素含量进行检测 不测不测倒一测下一条 这墓室里的拱元素 竟然超出正常含量的13倍 或者说超出安全含量的13倍 不过专家说了 这个分量的水银和挥发出来的拱含量 应该不是防盗机关的设置 很有可能只是用来 起到防腐作用的水银 只要打开木门 让空气流通起来 应该问题就不大了 那么既然是这样 接下来的发掘 只能是顾不得壁画 打开木门来进行了 木门打开之后 所有人是大吃一惊 更多的壁画呈现了出来 尤其是这幅 您瞧啊 画面巨大 由墓室北壁和东西两壁 联合组成 专家们细细一看 描绘的是主人一家 宴请来宾的热闹场面 在这幅壁画里边 考古专家也发现了一些秘密 什么秘密呢 您往这看 这个漫章下放了 男女主任头戴花冠 身穿宽袖朝服 无一再显示自己的贵族身份 还有主人身侧的这个乐机们呢 有的弹奏着琵琶 有的吹奏着碧笠 显然是一个正如庞大的乐队 而能够拥有如此高级别乐队的人 恐怕是非高级别的贵族莫属了 还有这幅 画面里边是几个侍从 正在为主人准备出行的鞍马 一群人是前护后拥啊 场面十分之气派奢华 那么是什么人能够享受 这样的生活呢 就在考古专家们揣测 墓主人身份的时候 他们又看到了一幅熟悉的壁画 那就是在墓室的东壁上 有两个驾驭牛车的御夫啊 从外貌上来看 他们既不是中原人 也跟其他西域人物的风格不同 专家仔细端详发现 竟然是古代被称为 昆仑奴的黑色人种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好几个种族的人物 出现在壁画上了 而且身份都是侍从一类 可以想见 这个墓主人应该有着 怎样显赫的身份和地位 这样的配置 在当时的晋阳城啊 估计恐怕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了 他究竟会是谁呢 专家们发现 由于墓葬破坏的太严重 墓室当中的人骨呢 早已经散失了 依靠残余的牙齿和细碎的体骨呢 很难提取DNA来验证 似乎只能把希望放在 墓质的发掘之上了 那么墓质还在不在 上面又是否记载了 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下句说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地位显赫的墓主人 究竟姓甚名谁 独掌一方骄纵严奢 墓主人又生活在 怎样的一个时代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对于墓道和墓室的初步发掘 显示墓主人极有可能是鲜卑人 而且身份极不一般 可他究竟是谁呢 仍然没有定论 考古专家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 寻找墓质名上 在清除了墓室里大量的淤泥和积水之后呢 墓质终于漏了出来 紧接着经过一番细致清理 墓质上才清晰地出现了 东安王楼瑞 几个字 虽然专家们其实已经知道墓主人地位必然十分显赫了 但是还是没有想到他竟然会是一位身份如此高贵的王呢 您要问了 这位什么王啊 没听说过呀 跟您说 他在史记当中是有记载的 还是一位大名人呢 根据北齐书楼瑞传的记载 前头专家们推测的没错 这楼瑞啊 确实是鲜卑人 家世也十分显赫 他的叔叔是当时有名的太原王 姑姑是北齐神武帝的嫡妻 五名皇太后楼昭君 按照这样的推算 他和当时的皇帝那就是表兄弟啊 想必关系也不错 这一点看他的履历就知道了 从都督做到大司马 后来还做了太父太师 最后成为了独掌一方的藩王 可以说集权势和地位于一身啊 不过北齐书上还说了 这个楼瑞啊 其实没有什么真才实学 甚至还倚仗自己外戚的身份 在任职期间贪赃忙法 胡作非为 是一个贪图享乐 娇奢淫益的人 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墓制的出土 总算是解开了墓主人身份之谜 尽管遗憾的是 这座王一级的墓葬 本来应该是有无数的奇珍异宝 和珍贵文物可以出土的 可是眼下有研究价值的 只有这些还原墓主人生活背景的壁画了 不过专家也说了 可别小瞧这些壁画 它不仅让咱们能够穿越千年 去感受当时北齐王族的生活 还能够为咱们了解 古代草原丝绸之路啊 提供一张张鲜活的画面 草原丝绸之路 进入中原 它的第一站 应该是大同 当时呢 落脚点应该在静养 所以当时的静养 它既是一个权力中心 又是一个商贸中心 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 说的 因为一个现代的书语讲 在北朝的往期 可能泰远已经是一个 很国际化的大都市了 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这些壁画当中 还有一点更加值得一提啊 那就是壁画当中 所描绘的骏马 姿态多雅 您估计很难想象 画中两百多匹骏马 没有一匹是重复的 而且画家用笔十分之流畅 画意之高 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楼仁木的笔画 的出土 它改写了中国美术史 历史流传下来的一幅作品 叫做《北七教书图》 很久以来 人们都认为 它是一个宴品 号称是 北七化圣杨子华所作 结果楼仁木笔画出土 发现无论是造型 还是技法 毫无疑问 教书图 应该是北七的作品 这批壁画全部发掘出来之后 我们的专家们 依据构图布局和内容 大致分成了七十一幅画面 堪称是南北朝时期的代表之作 论篇幅 它是目前所见北朝绘画中最大的 论内容 它包含了牧主人生活情况 和死后升天行刑的两大部分 论艺术成就 足以反映出北朝画坛的气象 而且幸好 这个宝贝是无论多少盗墓分子进去 都带不走的东西 不然真的是太遗憾了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